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哈 这段时间以来呢,川普是经常出来发言 川普呢,从来都是语不经人,死不休啊 所以呢,人们就把他说的话呢,不当回事 那今天呢,我看到人们呢,在谈论 他在26号的时候,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的采访的时候呢 所说的这些话,却被人们呢,广泛的转载 议论,认为呢,川普这一回啊,可能是说了大实话了耶 川普这回说的这话呢,可能会应验了耶 那他说的什么呢 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呢,我发现啊,我最近我这个节目流量特别低 点击量特别低 是不是大家看不到我的这个视频 也就是说YouTube可能就不给我推荐这个视频 所以大家看不到 那我看到其他的频道啊,尤其是台湾的这个节目 他们在节目里面老是提醒这个观众 说你们啊,要赶紧的点击订阅 点击点赞 点击小铃铛 然后呢,留言 他们甚至呢,给大家制造一些机会留言 比如说呢,我就问你,你觉得川普说的话是大实话吗 如果你同意的话呢,就留一个加一页 如果不同意的话呢,就留一个减一页 以这种方式增多留言的量 那是不是说如果越多的人点赞 越多的人点小铃铛 越多的人留言 然后系统就会推荐呢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吧 不然的话,台湾的媒体怎么会老是来提醒这些呢 是不是 所以呢,我也想采用这种办法 请大家呢,如果你没订阅,你订阅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的话呢,一定要点赞 每一个节目都要点赞 我听了有的网友说啊 你点完赞以后呢 这个系统有的时候呢 就把你那个点的赞呢,给你取消了 所以呢,你就要不停的再点一次看看 之前的点赞是不是取消了 还有呢,你要点那个小铃铛 你点了小铃铛以后呢 他才下一次会告诉你啊 我有新的节目出来 还有呢,多留言 好吧 有话没话的,就多留个言 哪怕写上呢,支持两个字或者加一也可以 好不好 感谢您对我节目的支持 那下面呢,我就要开始说 这个川普啊,在26日的时候 接受了澳大利亚的媒体天空新闻的主持人 皮尔斯摩根的这个采访 这个摩根呢,以前曾经参加过川普的一个节目 实习生那个节目 在那个节目里面,川普就特别不喜欢他 这个摩根呢,反过来其实也不喜欢川普啊 那这次摩根就采访这个川普呢 我也看了这个节目 就不让川普说话 而且呢,还反复攻击川普 说你以前啊,特别好斗啊 说你以前特别怎么样怎么样啊 你现在改了没有啊 你现在有给世人展现一个不同的川普啊 等等等等的啊 这些,川普呢,这些全都不认的 川普呢,就说呢 他自己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在他当总统的时候呢 他得干两件事 一件事呢,就是管理好这个国家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保卫好自己啊 他说他要干这么两件事 那说到现代的世界局势呢 川普就说了 说呢,我们的国家遇到了麻烦 必须得有所行动 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领导力的话 世界将不复存在 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 美国现在呢,正被愚蠢的人管理 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 就他的这些话呢 听起来呀,挺可怕的 要是之前的话呢 人们可能就不重视他说的这话 就认为他说的就是疯话 可是呢,现在这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呀 非常危险 这个俄罗斯啊 他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呢,他并没有一个目的 说想占有这个乌克兰 那不是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呢,就是之前 他反复跟北约和美国 所进行探讨的 进行谈判的 就是呢,你北约不要进行东扩 起码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对我形成相当大的一个威胁 但是美国北约 听俄罗斯呢吗 根本就不听 一口回绝俄罗斯的这个合理要求 如果那会儿他们说 我保证乌克兰不让他加入北约 而事实上呢 按照北约的这些规定啊 乌克兰还真不符合 加入北约的这个条件 对吧 按照北约的这个规定呢 你必须没有和邻国之间的 领土争议 你才可以加入北约 北约呢 他也不能要一个炸药包 招回来抱着呀 对不对 按照这个规定啊 北约是不应该接受这个乌克兰 而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乌克兰呢 一直在寻求加入北约 而北约呢 这些年以来 一直都没有让他加入北约 这个事呢 其实也说明了 这个北约呢 在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上 是一个偏向于不让他加入的 之所以不明确的拒绝呢 其实就是玩这种战略模糊 就和台湾这件事其实是一样的 美国很清楚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这个拦是拦不住的 这是人家的内政 如果你出来干涉的话 是站不住脚的 以前还签了很多的文件 包括中美联合公报 包括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 联合国的那个决议 对不对 中国要统一台湾的话 这是完全是说的过去的 这是一个正义的 谁如果来阻拦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非正义的 美国非常清楚这一点 但是呢 美国的老玩这种战略模糊 给台湾的这个分裂主义势力呢 以希望 就让他们抱有希望 美国在乌克兰这件事呢 也是一样 就是玩这种战略模糊 他就让乌克兰呢 抱有希望 好让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呢 有摩擦 有消耗 美国就是这个目的 是很坏的 那俄罗斯呢 就要求你美国北约 你既然是不让他加入北约 你给他一个痛快话 就好像是中国警告美国似的 你不要给这个台独分子 一个希望 那俄罗斯呢 要求北约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因为你乌克兰 如果说 他分分钟有可能加入北约的话 这个对俄罗斯形成的 这种威胁呢 他就是实实在在的 俄罗斯呢 他就不会踏实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俄罗斯在同美国北约 进行这个谈判未果的情况下 不得不就对这个乌克兰 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呢 也把这个目标呢 说的非常的明确 只要是你乌克兰说 我中立 我不寻求加入北约 我把那个要加入北约 从我的宪法里面拿下来 另外呢 你不要对俄罗斯族呢 进行这种种族灭绝的政策 不要对俄罗斯族呢 进行这种压制 不就得了吗 这些要求呢 都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是不是 本来呢 俄罗斯呢 就希望说 我给你一点军事的压力 然后呢 把你压垮了 然后你就答应这两个条件 就完了 但是呢 你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就在背后进行撑腰打气 本来欧洲并没有采取啊 对乌克兰进行撑腰打气的这种态度 但是呢 是美国采取这样的态度 不光美国采取这样的态度 还压这个欧洲的国家 让他们也采取这样的态度 对不对 现在给这个乌克兰撑腰打气呢 到这个程度 不仅仅说乌克兰现在坚决不和谈 而且使得呢 这些年以来 一直都处于和平状态下的 芬兰和瑞典 现在也寻求加入北约 你说危险不危险 所以呢 川普现在就是说呢 美国现在就是被一些蠢货所领导 他就是指拜登啊 他就是认为拜登就是一个蠢货呀 原来他们俩竞选的时候 川普就死看不上这个拜登 认为他这个老了脑袋瓜不好使 原本脑袋瓜好使不好使 暂且不论对不对 现在他这个明显的脑袋瓜不好使 原来呢 川普管他叫瞌睡虫 因为他就昏昏沉沉的那个样子 可是事实上呢 在他当总统这个两年多的时间当中 他不仅仅是说是一个瞌睡虫 经常那脑袋就不好使 对不对 管那个副总统叫总统 他在昨天的时候简化呀 又说到俄罗斯是什么盗贼统治啊 说到那个的时候呢 又卡壳了 嘴巴里面说的就想不起来下面说什么了 这个又让美国呢 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实在是不能接受 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总统 现在呢就一个执念 就想把这个战争打下去 打到底 说实在的 你要是往下打的话呢 对俄罗斯来说 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损失 确确实实能从经济上 能把俄罗斯拖垮 真的是能 但是美国不会被托吗 是不是 美国在上个礼拜四之前呢 他已经拿出来了34亿美元 然后礼拜四又说呢 再拿13亿美元 可是呢 昨天拜登就是说呢 拿钱拿钱拿钱 让国会大佬们赶紧批钱 再批330亿 这个呢 真的是让全世界吓坏了呀 川普发表的这个讲话呢 还是在29号呢 如果再把28号 拜登的这个讲话算在那样 这个川普估计他能 更能欺诈了 然后他在接受摩根的采访的时候 他非常生气啊 再加上摩根呢 口口声声的老是说 人家川普是一傻瓜 老是来攻击这个川普 川普都急了 就管这个摩根呢 就叫傻瓜 你才是傻瓜呢 然后呢 站起来扬长而去 这个川普 但是呢 他给世界留下来的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领导力 世界将不复存在 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 这个呢 非常的现实 美国现在呢 拜登昨天说什么 对不对 把人家俄罗斯的那些富豪的资产呢 什么豪宅呀 什么游艇啊 一概全都没收了 这个川普啊 他本身是一个富豪 他应该特别能理解这件事情 他川普在全世界都有这个生意 对不对 那如果说某一个国家宣布说 把川普的财产都给没收了 川普做何感想啊 他拜登也许在其他的地方 他没有什么财产 对不对 尤其是在俄罗斯没有财产 在中国没有财产 所以呢 他肆无忌惮 这个川普不一样啊 对不对 第一 你这个就是流氓强盗的作风啊 怎么能这样干呢 对不对 个人的财产 你拜登就说 非得说是人家盗贼统治 怎么叫盗贼统治呢 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盗谁的呀 但是我们看到你美国盗别人的抢别人的 对不对 连阿富汗这么穷了 咱们且不说阿富汗的穷就是你美国造的孽 对不对 阿富汗那么穷了 区区的70亿美元 你美国给人家扣下 美国给人扣下 美国还干一件事呢 就是美国在阿富汗反恐的时候 曾经就是以人家阿富汗的名义 从俄罗斯买了有70亿的军火 一些飞机吧 苏制的飞机 现在美国要把这些 原本是人家阿富汗买的这些苏制的飞机 因为阿富汗现在换政府了 这些按说也是人家阿富汗人民的 对不对 他不光是不给人家阿富汗人民 他现在要提供给乌克兰 现在俄罗斯坚决出来反对这件事情 原来美国扶植的阿富汗的一个总统的 说实在的 那顶不是东西的 你能不能站出来说 对不对 你现在你美国如果不对塔利班政府说 那我之前我可是阿富汗的政府 那是我们的钱 你应该还给我们阿富汗人民 然后呢 我们再说现在北约对乌克兰的这种撑腰打气 这种逼迫俄罗斯是非常危险的 俄罗斯几次就暗示你美国说 如果你再逼迫再过分的话呢 就不排除核武器用上了 今天的时候呢 还非常危险 就在黑海的上空和波罗的海的上空 北约的战机和俄罗斯的战机呢 他们就相遇了 这件事情我看到 美国的媒体呢 就在说呀 说这个呢 绝不是北约主动的 因为北约呢 是不想卷入这个战争的 是不想惹俄罗斯的 不想和俄罗斯之间发生热冲突的 说呢 这就是俄罗斯 说俄罗斯是不是寻求和北约之间的这种热战呢 说也不是 其实呢 就是俄罗斯对北约的一个试探 我就看看你 是不是想跟我正面冲突 现在看来呢 这两边呢 是不想正面冲突 但是呢 就非常危险 是不是 危险还在于什么呢 还在于不光是北约啊 你说北约吧 他是地区国 对不对 就在昨天的时候 德国的朔尔茨 他上任之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 就去了日本 昨天他去了日本啊 他去日本访问 哇 我们看到这个强景呢 心里面真的是很震撼的 我们要知道 在上一次的世界大战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是两个战犯国家呀 这是两个纳粹国家呀 这是两个反人类的国家呀 这是邪恶轴心国呀 他们两个站到一起了 前两天还有一件事呢 前两天呢 就是这个乌克兰呢 他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推文呢 他贴出来了一个图片 好像那个推文说的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啊 纪念方面的这么一个内容 然后呢 他这个图片里面呢 就列出来了 德国 意大利 还有日本 他就说是反法西斯啊 然后日本方面呢 就抗议 日本抗议完了以后呢 就这个乌克兰呀 就把日本拿下来了 还和日本道歉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日本你有什么好抗议的 二战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吗 是不是怎么还抗议呢 乌克兰呢 还道歉 乌克兰为啥道歉呢 现在在这一次的欧冲突当中呢 日本跳的是最欢的 除了欧洲的那些国家以外 日本跳的最欢 日本甚至呢 比欧洲的有的国家跳的还欢呢 对不对 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表扬呢 说日本干的好 对不对 德国这次呢 跑到日本去 这两个二战的战犯国家 站到了一起啊 日本呢 现在就是在讨论关于北约 日本长期以来寻求就想加入北约 亲近北约 加入北约 现在日本国内呢 叫嚣着要加入北约的呼声很高啊 包括韩国现在都有这个呼声 现在呢就大有这种北约要扩张到亚洲的这种态势 只不过呢 日本有的人就提出来说 如果我们加入北约的话 如果说北约那边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们是不是得派兵啊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好像就亏了啊 所以他们提出来说是不是亚洲应该成立一个北约 现在美国想成立一个叫印太经济框架 对不对 美国会不会寻求将来把印太这个框架搞成一个亚洲的北约 这个真的是未可知 现在呢 这就是川普所说的 这个游戏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的危险啊 美国是被愚蠢的人领导 全世界在被愚蠢的人所主导 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呢 是正不压邪 邪恶的力量貌似是占了上风啊 这样发展下去 川普所说的 世界将不复存在 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 会不会成为现实 川普的这个话真的是应该引起来重视 不然的话 这个世界真有可能被炸成碎片 大家全完蛋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俄乌局势以及相关的话题 俄乌这个战事呢 到29日已经进入了第65天了 首先我想说一下哈 这段时间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立场的原因 系统在打压我还是怎么样 反正这个点击呢 是非常少的 但是呢 我看其他的节目啊 包括台湾的人家那个点击上很高的节目 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反复的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订阅 一个是点赞 一个是按小铃铛 还有呢 就是多留言 我看台湾的媒体呢 为了让大家留言 有的时候呢 就让大家投票 说你认为这件事是真的呢 你就是加一 你认为这件事是假的 你就解一 是不是说点赞多了 留言多了 小铃铛多了 会触发系统的推荐呢 也许是这样的哈 不然的话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那我就请大家也帮我个忙吧 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呢 你要点订阅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的话呢 你要点赞 要点那个小铃铛 让系统好给你推送 然后呢 要多留言 多发表自己的见解 就说一句话也好啊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始 说进入第65天了 俄乌局势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昨天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到了基辅 和泽连斯基呢 见了面 见了面以后呢 那泽连斯基 当然是 跟他大诉其苦 大告其壮 对不对 我看西方呢 有的报道就说 古特雷斯也跟着泽连斯基一起 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 这个军事行动呢 是邪恶的 那不知道是不是呢 俄罗斯听了古特雷斯 这样的一个评价以后呢 就非常的光火 就在他们两个的记者会开完了以后 也就隔了一个小时 在离他们开记者会很近的一个地方 好像就只有几公里远的一个地方 俄罗斯就发送了导弹 轰炸了他的一个建筑物 那个建筑物呢 就着火了 那乌克兰方面呢 就借此机会进行挑拨了 说俄罗斯呢 这就是污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但是呢 也没准和这个事没有关系的 因为呢 在之前的时候 英国就怂恿乌克兰 要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攻击 英国这个政客的主张呢 还得到了英国首相的赞同 那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他们的国会上作证的时候呢 也提到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呢 到底是不是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攻击 这由乌克兰自己来决定 那我们就看到呢 乌克兰总统府的发言人 现在呢 就出来说 乌克兰呢 会利用一切的手段 对俄罗斯进行反击 包括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包括他的仓库 包括他的基地进行攻击 现在看来呢 局势就有所改变 乌克兰从现在开始 就会加大这方面的攻击 看来这个乌克兰啊 他们这个人的脑子呢 确实是不太好使 说实在的 像这种事情哈 你还用得着别人来建议你吗 还用得着别人建议你吗 之前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讨论过 对吧 台湾说他们的导弹呢 射程是多少多少多少 说是最远都能覆盖到上海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就是如果大陆一旦发动 对台湾的武统的话 他会反过来去攻击 大陆的目标啊 对不对 这个东西还用得着说 英国的政客来建议 才想得到吗 所以呢 可见就是他这个脑袋官啊 确实是不好使 所以说呢 俄罗斯一直就是怀疑 或者说全世界都在怀疑 就是乌克兰从这个战事的发展过程当中 人们就看出来说 这里面一定是有西方的指挥官在里面指挥 会有北约的指挥官在里面指挥 前一阵子不就是出来吗 俄罗斯就说呢 在亚素营的地下就有一条大鱼 这条大鱼呢 是北约的一个现役的高级军官 说这条大鱼啊 很快就要浮出水面 当时法国的大选还没有结束 就说如果这条大鱼浮出水面的话 对法国的大选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之后 人们就猜测这条大鱼 是法国的一个高级军官 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呢 就赶紧澄清说 我们从来没有向乌克兰派遣过高级军官 那之后呢 人们又开始说了 说那法国没有派遣过高级军官 加拿大曾经派遣过高级军官 加拿大有一位高级军官 他的职位呢 是陆军参谋长 他曾经到了乌克兰 看到他来 但是没看到他走 所以说他很有可能 就是亚素营下面的那条大雨 但是呢 加拿大后来就出来澄清说呢 俄罗斯不是说 那是一个现役的军官吗 说我们那个陆军参谋长呢 他因为卷入了这个性丑文 他早在四月初的时候 都已经退役了 他并不是现役的军官 所以呢 之后人们就仍然是在猜测 就不一定 就说不好 这条大雨 他到底是法国的 还是加拿大的 虽然说呢 马克龙出来说他们没派 可是马克龙 这有可能是一个狡辩呀 有可能是北约派的 马克龙说 不是他派的 这也扯得上 对不对 而且俄罗斯说的是呢 如果一旦浮出水面 一旦把他抓出来的话呢 会影响法国的大选 俄罗斯呢 说的是信誓旦旦 因为欧盟啊 还有德国呀 都来说情 要求俄罗斯就配合 让这个大鱼出来 那这条大鱼呢 到现在仍然是没有出来 今天我看到 顿捷茨克武装的高级军官呢 他出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今天出来说的一段话里面呢 又提到了这条大鱼 他说这个大鱼是加拿大的 那个退役军官 请注意啊 他现在就说的很明确了 是加拿大的退役军官 加拿大就不要再说了 他已经退役了 当时的时候呢 虽然说俄罗斯说他是现役的 但是呢 也许说的是 他在去的时候是现役啊 他什么时候去的 去的时候是现役 去了之后退役的 这也说得过去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很有可能那条大鱼 就还是加拿大的那个参谋长 为什么说他退役呢 他退役就是因为 他那个性丑闻啊 那个丑闻 闹的是非常的难看啊 那个声音呢 是很大 那个舆论的压力呢 是顶不住的 所以可能就让他退役了 那在乌克兰呢 可能让他在那立一个功 到最后 如果乌克兰胜利了 那他不就成了功臣了吗 成了功臣 然后回到加拿大 大家呢 试过境迁 以前的那个性丑闻的事 也就没有人追究了 或者再追究的话呢 你非常的杀风景 这样的一个英雄归来 你还提什么性丑闻呢 对不对 可能也兴不起波浪了 到那时候没准 又把他提升为这个加拿大的国防部长 也未可知 这些政治呢 一般的来说都是这么玩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再说回来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事的情况 刚才已经说了 俄罗斯往基辅发射了导弹 命中了他们的建筑物 原因呢 是因为之前英国和美国怂恿的乌克兰 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进攻 那这两天呢 就传出来 有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呢 就受到了攻击 俄罗斯就说 如果说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攻击的话 那么我们会马上对基辅进行攻击 我们可不管当时是谁在基辅进行访问 所以28号的这一次呢 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巧合 他有可能是一个巧合 俄罗斯犯不着去羞辱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当然了 俄罗斯会不会也给古特雷斯传递一个信号 这可能性呢 说实在的也不能完全排除 对吧 我们又不是俄罗斯肚子里的蛔虫 反正这个时间点赶的 还有这个地点赶的呢 是非常的微妙的 这个古特雷斯呢 也应该想一想 不要老做美国的走狗 作为一个联合国秘书长 不要做美国的传统统 美国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美国不让你说什么 你不说什么 对吧 要有一定的正义的立场 因为作为联合国来说呢 就希望这个全世界和平啊 要站在美国的一边为这个战争火上浇油 他没个碗就这个战争 现在呢 西方就源源不断的给乌克兰输送武器 那俄罗斯呢 他就得有这么几个战争的重点 一个呢就是要打掉他这些武器的运输的节点 运输环节啊 第二是打掉他的储存的环节啊 把这两个环节给他打掉 以防这个武器呢 到了前线的手里面 这是他的一方面 那第二方面呢 他们的战场 主要就是在乌东地区和乌南地区 那乌东地区呢 顿巴斯地区 这两个共和国 卢干斯克呢 基本上已经完全控制了 现在顿涅斯克呢 就有几个重点 就在北顿涅斯克这个城市的附近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骨头呢 比较难啃 但是呢 现在也是有了一定的进展 在这段时间以来呢 一直在拉锯的 几亿起手 就是一会儿你占领 一会儿我占领 就有一个小城叫马林卡 马林卡这个小城呢 现在被俄罗斯呢 是完全掌握住了 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城市 叫鲁别日诺耶 鲁别日诺耶呢 现在俄罗斯方面也说呢 基本上已经掌控了 今天呢 我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呢 乌克兰方面又挖了新的战壕 为什么要挖新的战壕呢 就是往后退了呀 前面那个战壕呢 已经顶不住俄罗斯的炮火 所以呢 他们又往后退了 我今天还看到纽约时报呢 做了一个报道 纽约时报就做报道说呢 现在乌军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现在就祭出这个焦土战术 以前呢 我们就觉得说焦土战术是什么意思呢 焦土战术呢 就是那种地毯式的轰炸 让你全部都成了焦土 但是我今天看这个纽约时报啊 他解释乌克兰他实行的焦土战术是什么呢 就是水工 他们会放水啊 把那些农田都给他淹上 让他全部都是水 然后会破坏基础设施 主要是炸掉那些桥梁 说乌克兰呢 特别擅长于干这个 说这个基辅啊 俄罗斯方面没有拿下 与乌克兰这个军队他们用的这个焦土战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就放水 把他全部都淹了 然后呢 把那个桥全部都炸了 那你俄罗斯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了 所以呢 基辅他们就拿不下 没有办法往前走 现在他们在乌东地区呢 现在他们已经是没有办法抵抗得住了 现在就要重新开启这个焦土战术 据报道说呢 从战事以来 今天是65天了嘛 乌克兰一方 他们已经炸毁了300多座的桥梁 他们所毁掉的这些基础设施呢 他的损失折合850亿美元 这都是乌克兰他自己造成的这些损失 他为了阻止俄罗斯往前推进嘛 现在他就用这个焦土的战术 等于说就把他自己和俄罗斯给他隔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他们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了 他这个焦土战术大水漫灌 另外的一边他自己也过不去了 对吧 昨天咱们就说了那个赫尔松地区 赫尔松地区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都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下 他们这个地区呢 现在在准备进行公投 如果公投通过了说 大家都独立 或者是呢归到俄罗斯 那俄罗斯呢就开始执行这个下一步了 现在他们已经在试运行这个卢布了 卢布作为他们当地的交易货币 那接下来呢 马里乌沃尔那个地方就得等着 马里乌沃尔呢 现在还是在对地下的进行围困 他们也会发动一些攻击啊 他们出来打一下 那他出来打的时候呢 俄罗斯方面就会对他们的进行消灭 据俄罗斯方面今天公布呢 说这个亚素钢厂的地下呀 现在就剩了400多人了 原来说有2000多对吧 现在就剩了400多人了 其中还包括加拿大的那个高级军官 但是我今天看到呢 CNN对他们地下的那个亚素营的采访啊 他们说呢 坚决不出来 如果落到俄罗斯手里 说是没得好 现在呢就要求有关方面 赶紧跟俄罗斯去协调 最好是能让他们出来呢 把他们送到第三国 他们现在呢 说是谁都不相信 就相信谁呢 就相信那个大主教 提出来说呢 除非是大主教亲自开着车来接他们 他们能相见 这可能吗 那大主教能开着车来接他们吗 他这个大主教是指了梵蒂冈那大主教吗 还是说他们当地也有大主教 这个我们也不太明白 今天呢是29号 离5月9号 俄罗斯庆祝反法西斯胜利的纪念日呢 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哈 这十天俄罗斯会不会达成他们的第二阶段的目标 现在还真不好说 有可能还真能达成 但是呢 这个战事能停吗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可能 现在双方呢都说时间不在自己手里面 俄罗斯一方呢 就是说时间不在俄罗斯一方 时间呢在乌克兰一方 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 他的道理就在于呢 现在呢 乌克兰那边背后有美国以及西方的撑腰 源源不断的呢 给他提供军事设备 对不对 现在拜登昨天的时候还做了一个讲话呀 他说要求国会赶紧紧急批准330亿美元 用于来支援乌克兰呀 330亿美元全世界都惊了 这是一个大说啊 和之前和不一样啊 之前说8亿吧 5亿吧 13亿吧 对不对 上个礼拜四之前呢 合计是34亿 然后呢 上礼拜四又说呢 加13亿 可是呢 昨天的时候一下就330亿 330亿是什么概念啊 乌克兰他一年的军费开支才59亿啊 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 军费开支一年都到不了这数啊 就算是俄罗斯他一年的军费开支 只不过才600多亿而已啊 等于说美国这一下子就拿出来俄罗斯一年军费开支的一半 一下子就拿出一半啊 再加上前面拿的如果下一次再来一笔的话 那就等于俄罗斯一年的军费开支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额 可见美国呢要把俄罗斯拖垮拖死 这个决心有多大 另外呢在昨天拜登讲话当中 啊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对吧 他就是说呀 普京的统治呢就是盗贼统治 说俄罗斯的那些寡头啊 他们那些个财呢都是不义之财 说这些不义之财呢 我们都应该给他们没收了 他们就是爆发户 他们的豪宅我们应该给他没收了 他们的游艇我们应该给他没收了 他们银行的存款我们应该给他没收了 俄罗斯银行里面所有的美元 我们都给他没收了 原因就是呢 普京的统治呢是盗贼统治 我怎么觉得正好相反啊 这不是说明美国就是盗贼吗 对不对 真可笑 太可笑了 然后乌克兰呢 马上就做出来了呼应啊 乌克兰说呀 已经得到了美欧西方的同意啊 已经同意了 说每个月呢 会给他50亿美元的补助 说从现在开始 乌克兰每个月能拿到50亿美元来花 什么发工资啊 吃啊喝啊这些东西 人道主义啊 全都包括在内 每个月50亿 这是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世界银行 他们也是没收的了 对不对 他们也是没收的 就是所有的俄罗斯的就全部都没收呗 按照拜登说的 这都是不义制裁 都是盗贼统治而得来的 爆发的 我不知道他们人家从哪偷来的啊 盗贼 昨天我还跟大家说了 这段时间以来呢 莫名其妙的 就有六个俄罗斯的寡头就死掉了 而且每一个在死的时候呢 他的家人一块死 等于说灭门 其中有两个呢 是在俄罗斯的境外的 一个在西班牙 一个在伦敦 那我现在看到呢 西方的媒体就是说呢 这六个人 说都是普京杀的 俄罗斯杀的 我觉得不可能啊 这件事呢 我昨天已经说过了 我在这我就不说了 还有呢 就是卢布结算的这件事情 卢布结算这件事情呢 普京玩的真是聪明啊 就这一招就造成了 他们西方阵营这个内部的瓦解啊 因为欧洲对俄罗斯 这个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呢 使得他们无法摆脱俄罗斯 那现在呢 俄罗斯有要求用卢布来结算 那他们呢 就不得不用卢布结算 因为你必须得用 他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啊 而你用他的石油天然气 他要求你卢布结算 那你要是不给他交钱 那他不给你断吗 昨天的时候 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27号的时候 就宣布对波兰和保加利亚 给他们断了 断了以后呢 波兰挺硬啊 波兰昨天就说了 断就断 我们呢 既不给你交钱 我们从现在 我们都不用你的 这个天然气了 但是呢 今天俄罗斯方面呢 就是说 波兰这样说呢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这个气呢 从俄罗斯那个地方 输出去 他还有数的呀 从俄罗斯那出去的气呢 没少 那如果你波兰说 我不用你的气的话 按说俄罗斯这边 他会少 对不对 现在呢 并没有少 为什么并没有少呢 就是呢 德国他下载的这个气呢 增多了 那德国把这个气下载到自己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再反过来 又反送给了波兰 他是这么搞的 这种偷偷摸摸 不丢人吗 就作为波兰来说 对吧 还好意思 那么理直气壮 那现在呢 昨天我就跟大家说了 有四个国家已经表示说 我们要用这个卢布了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匈牙利 一个奥地利 还有一个斯洛伐克 这四个国家 那现在呢 俄罗斯的银行呢 又接到了很多的卢布账号的建立 其中呢 就包括意大利的最大的天然气公司 也在俄罗斯的银行建立了卢布账号 准备要给他用卢布结算了 所以说呢 到今天为止呢 至少有五个国家 已经是同意用卢布结算了 其中像德国 意大利 这都是比较大的国家了 我刚刚看到的消息啊 这个CNN刚刚报道的消息 几分钟之前 他说是呢 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上方 这两个上空 都有北约的战斗机 遭遇俄罗斯的战斗机 当然他们之间没有交火啊 我看到CNN的专家就是说呢 这个绝对不是北约主动的一个行为 北约避之不及啊 北约不能卷入俄乌冲突当中 绝不能卷入 不可能主动出击 就连让这个俄罗斯误会都不能 说呢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俄罗斯 一个测试性的行为 俄罗斯的这个战机呢 就来主动挑衅 俄罗斯可能也不会说 寻求和北约之间的一个正面冲突 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看看你北约是一个什么态度 如果你北约躲避的话呢 那我就知道了 你是真不想卷入啊 那如果你不躲避 你正面就迎向来 你正好就借机 双方就进入了热战 对不对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现在看来俄罗斯 如果是真的是测试 我也认为他就是测试 现在就测试出来了 北约呢 仍然是不想卷入 只想提供武器 不想卷入 现在呢 美国虽然说 要提供这些武器呢 现在美国呢 确确实实 他的弹药库呢 空虚了 上个礼拜的时候 美国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的弹药库空虚了 我们已经付出了三分之一了 其他的呢 我们得赶紧加紧生产 那这个生产的都是问题 说下月初的时候呢 拜登已经计划好了 说拜登5月3日 要去亚拉巴马州 到他的那个军工企业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到那儿呢 去参观 因为呢 他们现在呢 告急 说这些武器呢 生产啊 现在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原材料短缺的问题 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人们所讨论的那个供应链啊 就是那个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呢 美国的联合参谋长主席 米利 他就说 他就说啊 时间不在乌克兰一方 时间在俄罗斯一方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俄罗斯说呀 时间不在俄罗斯一方 在乌克兰一方 是因为呢 美国以及西方源源不断的 老给他输送这武器 老给他撑腰打气 他能停吗 俄罗斯想停 他能停吗 对吧 这是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呢 美国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主席米利 他就说呢 这个时间呀 不在乌克兰一边 而在俄罗斯一边 这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呢 俄罗斯如果他不达成他的军事目标的话 他是不会停的 对不对 你乌克兰如果还在占据着乌东地区的某一个城市 甭管他多小对吧 再小的一个小镇或者一个村庄 然后你说现在停不打了不打了 这能行吗 不行吗 所以现在两边都说 时间不在自己的这一边 尽管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就说了 说放心吧 他去了一趟乌克兰回来以后呢 就说放心吧 现在呢 俄罗斯正在失败 乌克兰正在胜利 俄罗斯已经败了 乌克兰已经赢了 但是呢 这都是政客的语言啊 还是这个军事家像米利 这样的发言 比较面对现实一些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